好,接下来我们再看指针运算中 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个越界的问题 那么越界访问在我们下面再举一个例子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Const 之前我们一直在强调Const 我们的第一个初步印象是 它是一个什么,不能变的东西 但是在我们试园中 我原来也强调过 它实际上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就是说它确确实实是希望我们不能变 但真正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说不行,C元做不到这个事情 它跟我们C++和Java那种方式不太一样 就说C++的话Const一定是不能变 这个它做得很好 但C它并没有做到这种强化 当然也有它的道理 我们先往下看 那下面我们来定义这样一个例子 004.C 就说还是一样 我们去构造一个static的东西 然后我们看看它变得了不 比如说mail 好,你看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还是先定一个 比如说int a 还是让它等于一个数 比如还是一样 inx12345678 对吧 好,然后我现在再定一个b 你看还是一样b 我让它等于比如说 这个无所谓了 比如说就是11223314 好,然后现在我稍微变化一下 变化成什么呢 这样变 我把这个a变成Const Const int a 那么这个首先第一个问题 a我们能不能再变了呢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在后面的程序中 我写了个a等于100行不行呢 这个时候我们再加一句话 然后我们看看a是多少 对不对 a is x a这个空间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往下执行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编译的时候 大家也很明白了 这个时候肯定会怎么 直接报错 为什么 因为在编译中 它也很知道 你都告诉你a 它是个什么东西 是个Const int 也就是说它是止读的 int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编译居然发现了a在等号的什么 左边 那这个时候编译肯定 它就非常清楚的知道 原来a是绝对不能放在等号左边 那这个时候它直接告诉你 也就是说它编译会不会帮我们去尽量的让Const不要变 它确实还在帮我们 好 那么所以说Const在我们C语言中 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种什么 叫编译器的限制符 或编译器的告知制符 就是说它的目的只是让编译器尽量的满足这个结果 而不是强制 不是强制 在C++我们称之为强制 但C不是 C还是什么 建议性制符 就是说编译器 你尽量的保证我们后面代码中 一定不要出现这样的写法 但是我非要这么做呢 你看非要把a给你变一变 你看我怎么变 我就可以利用我们刚才说的越界的方式来做 好你看啊 我就这样做 我印的新P一下 好吧 我让印的新P就等于B的地址 这没有任何问题 对不对 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这两个空间是一样的 但是我下面用P加1的方式 是不是就相当于找到A的门牌号了 而这个A的门牌号它本身在B的什么 是不是之前我们画这个图 本身就在A的B的什么上面 那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的 我们取里面内容 当然你也可以写成这样 就是我们写两种 P对吧 我变了 你看我变成什么 变成就100好吧 16镜子 因为我们这16镜子来看 所以好看一点 好 你都可以写 既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也可以写成下面这一样 都是可以的 我们来看看 这个时候发生改变没有 好 大家看 A是不是再也不是我们所说什么 12345678了 而是我们改进的一个什么 100这个结果 所以说在我们C元中 我们一定要强调 这个越界当然有它的好处 也有它的坏处 那就说一定要保证 就是我们的头脑建立起来的 实际上是个内存 而不是这么多的乱七八糟的语法 那么这些语法 它肯定有的是修饰 有的是限制 然后有的是编辑器告知的符号 那么但是我们对于Const 我们这个地方没办法 C元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Const它其实一直把它认为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建议性制服 不是强制性的 所以没有办法 所以说这样的话 我们利用这样一个例子 也仍然明确了 Const是不是常量 就是这个A是不是常量 不是A变了 看没有 它只是告诉你A 是一个什么 尽量不要变的止读变量 而且只告诉编辑器 我能尽量保证 你在编译的过程中别变 但运行中我确实没办法 比如我通过越界方式 我就可以把它改变 所以说这也是C C中对于内存的一种 可能更底层操作的一种思想 它跟我们C++那种面向对象 和应用开发那种方式 更多的时候思路不太一样 C的更多思路是在面向内存 而C++更多面向的是事物 比如说我们人和人之间的一些 现象逻辑 对象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编辑器的侧重点不同 所以没有办法 我们在学的时候 稍微对比起来就可以 对比起来就可以 好 这是我们说的Const 也就是说我们关键 只读变量 这样一个通过指针方式 可以取得一个数 当然你用这个方法取也行 以后我们学数组也是一样 你都可以用数组方式越界 然后越过去 越到它这个空间 就可以修改了